好 是... 不知道為什麼 開始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畫面 或者你在Patreon 會知道我們今集的主題 其實就是 關於 從view的角度 去看香港的娛樂 和樂壇 如果你在YouTube 當然可以看到右上角 不用等直播才 課金給我們的 什麼時候都可以課水 因為動漫廢物買一瓶茶 買一杯奶茶 都要靠自己 那就不太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給一點支持我們 如果你是Patreon的朋友 當然你已經是身體力行地支持了我們 今天我們 又借著view最近 其實完了沒有 還是還不可以 他在未來總決賽 他已經結束了恆常節目 結束了恆常節目 他選了十強 接著就有一場大賽 直播機 好像港姐的決賽 那我安排這一集 他會跟港姐 不是港姐 現在是一班 兇者兇少機師 都失業的 無線 就搞了一班 兇勤人員 去做一個兇上雲燒的比賽 那就會在這個 跟Fill的全民造星準決賽打對台 人血饅頭 所以今天我們借這個角度 我這集就會在這一天之前播 有什麼都不認識的 曼琪在這裏 Nicky 小耀 Timmer 對啦 你要坐近一點 因為很小聲 我可以啊 Timmer 今天 對啦 可以我做一個intro 你說 全部都你說 全部都給我講 沒有 其實我自己 因為我們 不知道是不是今年年頭 去年 也可能 不是去年 因為我們交遊遊 對 今年年頭 我們就做了一集 大集會講很多東西 但總括來說 都是圍著Feel來講的 我們當然裏面都牽涉到 曼琪就好死不好死 開了個標題 竟然在那裡指責人 在某些角度 是姜濠的偶像 不知道那個標題是什麼 就引起一些人的關注和不滿 在留言裡有一些攻擊性的 我不緊要的 當然是不緊要的 但是 我要clarify 其實 我自己 喔 姜濠偶像路失敗之謎 對啦 其實我要重新 你的標題 真的很有挑釁性 你的標題 肯定是阿巷想出來的 哈哈哈哈 其實我要重新 我一向都不是針對 那個藝人 或者 因為其實我是很想他們好的 就是為了香港的樂壇 和香港的娛樂圈 我是想他們好 我不是針對他們本人 而我是針對這個 整個背後的行銷 和製作團隊 和經理人 經理人其實是阿巷真的是很大的問題 是啊 是啊 就是作為一個ERROR的Fans 我就更加覺得 那個經理人是更加大的問題 兩對倒比之下 就很明顯 是啊 是啊 其實哪邊是哪個經理人呢 我覺得都是花姐的 但是花姐是不理ERROR的 她就派了自己的男子去全權管ERROR 但是問題是budget 這件事是控制在花姐的手中的 嗯 而且最重要是 我覺得這個真的抽得ERROR 抽得很好 是啊 很感恩 她是很上心去抽他們 幫她爭取很多東西 但是問題是 始終她也是一個經理人 就是跟花姐的級數差很遠 就是在無論是電視台的位置 還是在唱片公司budgeting的角度 都是 那我就是想重申這件事 就是大家不要覺得我們在踩他們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是 我很生氣是因為那時候 為什麼我要今集出來講呢 心情是對比抽原的 尤其是這半年和這兩個月 他們出了《藍牌女將》之後 還有這麼多的 所以介紹一下 給一些可能完全 只是看我們台而沒有看Viu的 他們出了《藍牌女將》 他們是指 ViuTV出了《藍牌女將》之後 《藍牌女將》裡面就是 有MIRROR和ERROR的成員 坦白說我覺得 對ERROR的影響不是很大 因為ERROR本身已經很入屋了 其實這兩年裡面 對MIRROR的成效是大很多的 還有再看他們這半年 他們的成員 是出的Solo 其實我會覺得 這次真的ViuTV 和《大國文化》 是走回一條稍微 上路 我只可以說 他們是很沸騰 尤其是今年 整年和上年 整個香港的大為影響 無論經濟還是社會氣氛 其實都限制著他們很多 但是他們是這半年 這一年很沸騰地去做 其實我是很欣賞的 為什麼我要說回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上次真的是屌到爆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你們有這麼好的手牌 其實我不是非常追蹤《全民造星》 我不是雜誌不夠看的 但是我都知道他們那班人 那班人是一班很有才能 還有很有可能 很有熱誠的人 但是你們簽了他們回來之後 你們是 怎麼說呢 你們是沒有好好利用 和辜負了觀眾的一番期待 應該說其實你在《全民造星1》 到MIRROR出的時候 其實我有期待過他們可以 真的爆得很順利 橫數的 橫數的意思是在什麼情況下 橫數的就真的去到你們這些 所有人都知道 露人 不只是自己打飛機 在粉絲的層面 還有做紫上明星 基本上 頭九一年他們真的是紫上明星 你是所有人都會聽過他 你未必喜歡他 但是你會認到他們的人 聽他們的歌 知道一聽這首歌就是MIRROR 那種橫數 我是本身期待他出到第一年可以做到 而他們其實有才能去做這個氣勢出來的 是啊 但是公司浪費了 是啊 就是賺快錢 第一年給我的感覺 就是我自己就 我可以說我第一年不是他們的粉絲 但是我是抱負了一個觀望的態度 但是你給我的感覺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點反感的 尤其是他推姜濤出來 其實怎麼說呢 姜濤我真的我真的不是粉絲 但是我自己的角度 我會覺得 好老實說 唱是很有改善空間 跳是很有改善空間 但是我都對他不反感 我知道有些路人是會反感的 但是我對他不反感 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很有台形 很有魅力 那既然我一個不是粉絲的人 他這樣 某這麼多進步空間 我都覺得對他不反感 其實他是一個很有潛力的人 但是你不停在推他 在做紫上明星 只是賺快錢和快錢的創作 對 賺快錢和快錢 是令到事情很失望 令人 即是無論我作為一個很支持本土 很自問很本土的人 其實說真的 我是看很多外國的東西 但是如果可以說 我會想迷香港的東西 我不會想 我會想香港有一件事令我自豪 今年其實 即是說回 其實我現在 在此時 我也要澄清 其實我真的 不是MIRROR的粉絲 我是他們個別成員的支持者 我可以這麼說 至於為什麼不是MIRROR的粉絲 我會覺得MIRROR 在那條路上 他們還未找到自己的風格 我很明白為什麼 不會是MIRROR的粉絲 我會有一個個別的喜歡 對 個別的喜歡 因為你沒有辦法知道他們 即是我 怎樣說 我會知道他們十二個兒子 其實很努力的 他們也很想一起做一些事情出來的 前陣子他們有唱Live 我也有去看的 即是我都會覺得 十二個兒子一起在上面 一起跳 他們都是一條心 是好看的事情 但是那一刻之後 或者這兩年多 其實你是 你真的不知道MIRROR是一對什麼 對 定位在哪裡 你是不知道他們 他們的風格是怎樣 他們想走一條什麼的路 你是很老套地說 你是感受 他們是感情好 但是你感受不到他們是一團 你感受到那個 沒有那個團魂 沒有那種團愛 他們只是兄弟感情好好的 那種團那種一齊 帶作為表演者 你感受不到這件事 尤其是我們兩個都是J加的Fans 我現在會定位 我只是前J加的Fans 因為我的團都散了 不是的 你Fans級還可以續會 我沒有續會 還可以續會 真的還會回來 我沒有續會 因為我已經 因為很老實講 在J加那裡 當然我只是煩某些團 但是我們會看到他們 我自己喜歡的 我會看到 男是五人 是一條心 五人才是男 逐個逐個五是男 其實在香港 我覺得ERROR 都是 他們四個就是ERROR 四個才是ERROR 但是你MIRROR就是 十二個人加上是ERROR 是 十二個人裡面 你沒有了一個人 又好像又沒有什麼 那 好 再說 當然我覺得 我自己 看得出個別成員 是不太投入的 即是我不點名 但是個別成員是不太投入 還有可能大家的關係 人緣 就未必真的 個個都很Equal 我想說回 其實回歸男排女將 開始是一個起點 它是被人看得出 其實 尤其是看了男排女將 我就更加覺得 為什麼香港樂壇 或者香港娛樂圈 你不要當他們是歌手 你當他們是演藝人 就是個別成員 當然這套劇是由 Staffy和Sano 去戴給 顧定軒 其實顧定軒 其實顧定軒 我沒有戴眼鏡 有 有 有 在最 左手邊 是啊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站在左手邊 在左手邊拿著那個 其民造星的話 都知道顧定軒是誰 但其實我本身 其實我由他一出讀 我就已經很看好他的 所以顧定軒 我本身都很期待 其實我期待男排女將 是因為顧定軒 終於有一套劇 是擔政做主角的 所以我TOTA是為了看他的 我也要分享我的心路歷程 就是其實我是由星期三 播到第三集開始 還沒播第三集之前 我就看 去方的APP就看第一集 我看到第二集中半 其實他已經直播第三集 我已經是覺得好看 我要馬上不看 第二集的重播 我馬上跳到九十九台看直播 即是很快來人進去的一件事 當然你說 整套劇是有他的不足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真心 一個對夢想 可能你本身是沒有夢想的人 但你都想入夢想的人 你看了他就覺得 這套劇真的很美好 因為其實他是 其實我先來 我是慢慢地追 我今天到今早 我才看我第十二集 因為我要跟我妹妹一起看 我要每一人有空的時候 我才開來看 我今天才看我第十二集 但是它是一套 真是黃到青春熱血 嗯 整件事都會蹲 是很蹲 然後其實你是很難 為什麼呢 你真的很少在香港 會找到 這麼正統的黃道 青春熱血 而且很專心去講排球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其實 我有打過少少排球 但是 新高限制 我注定是不會打到排球的 但是 你是不是做 我是矮過他們 他們是 都被人吵不夠高 170 我是矮過170 很多東西 所以是更加不夠高的 但是 但是我都會看 我都會看得很開心 其實我接觸過少少排球 我不是真的會打排球 我會看得很開心 還有 有一件事就是 這套劇 你會驚訝 你會覺得那幫人 不是第一次演戲的 就是要點名稱 就是Ian 和Anson Anson Lo Edan Jerry 有改善空間 的確有 但是 首先Edan和Anson 已經是 兩個是完全不像第一次演戲 是 發展得非常好 Ean是完全是驚訝的 很驚訝 他沒有眼淚 某些人 但是 因為他一出的時候 我沒想到Ean 你是做這一類型角色 因為跟他MIRROR的時候 是很不同 當然我們不知道 他是賣人切 還是怎樣 他本身是賣人切 不緊要的 也不緊要的 但是之前我看到 是兩個不同的距離 是 完全是 原來Ean 你是可以這樣 原來是可以 那麼活潑 或者 那麼表達 還有我覺得 這套劇做得好 他真是有心 無論是台前或後 都是找了一班專業的人士 我記得專業是 我覺得是運動排球的專業人士去做 而且劇裡面 首先Staffy本身已經是前港青代表 跟著他前幾年也是 可以自組一隊女子排球隊 好像打到上去月祖 好像是 而裡面Ean 本身是前港青 前港隊成員 和甲一的排球手 我記得Anson 以前也有打過排球 在校隊 跟著 顧定軒好像也有打開 但是沒有那麼厲害 你整班人 和他找了 也找了很可愛 裡面的角色 Ian有一個 異父異母的兄弟 其實他 李爾臣 也是一個邵氏簽了的新人 其實他本身 都是甲一的排球員 和Ian在現實中 其實他們都是對手 就是以前打校制和打甲一的時候 一直都是對手 就是你找了一群 還有他們力圖的對手 其實裡面也有很多現實 現役的排球員 幫他們做客串 整件事你會感受到很用心 我覺得這些不是對TVB的偏見 而是他們真的不會有 那麼有心去做這件事 或者整個台的大方向 因為TVB某程度上 都是一群賺錢的人 他們就會覺得這個不符合成功 或者他們不敢去做得那麼盡 整件事令到盧失了某一些 但是正正是為什麼 Fill TV當然 那些人經常會爭 在現世界這個黃色經濟圈 是很嚴重的 很多這些連衛兵和鬥王的時候 為什麼 那些人經常說 現在已經逐漸變紅 但是為什麼大家都會繼續看Fill 是因為你不要去政治集場 它是拍出一些令到香港人想看的事 和感動到香港人 而且它在裏面其實是滲透了 在我們的中藝和劇集 是不停滲透了政治意識在裏面 那四五集我頂不住 因為其實我經常覺得Fill的劇集 它有個很大的問題 是節奏很奇怪 而《男排女將》是一套 我反而覺得節奏太快了 《男排女將》是一套 終於節奏不會特別慢 是很爽快的一套 但是太快了 我覺得其實他們可以慢一點 說多一點 其他劇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些沈氣 還有你的節奏是掌握得不知怎樣的 還有他們的get 他們那個感動的位置 還有搞笑的位置 是否那些劇集是拿捏得不準的 那你就會變得很無聊 例如說回《地產仔》之前 我很努力地想看這套劇 但是我看4、5集的時候 我頂不信是它真的太長了 是啊 經常重複一些gag位 如果你整套劇 因為它45分鐘還是一個多小時 如果你剪到30分鐘 我就覺得是剛剛好 對 我覺得《地產仔》也差不多30分鐘 你看到一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那套劇還要追 我也是沒有追過 但是我會看我真的有認真追 其實就是《綠豆》 《碳飾橋》 這兩套我真的認真追 而這兩套我都很老實講 我是沒有試過真的坐定 每天九點半 或者我不知道 綠豆好像十點半才做 坐定追 我都是重溫 而重溫我都真的去到 《碳飾橋》去結局州 我就放 我不是放棄 但是我會 那個《地產仔》去別處 我就會 《地產仔》去別處 我就會 《地產仔》去別處 跟同事討論 你知道嗎 這件事沒有發生過多少年 我從讀中學以後 我已經沒有這樣跟別人討論 因為它第一集已經可以 立即帶入到節奏裡面 故事裡面 即刻第一集其實都是一些 叫做漫畫開頭的 人物介紹 但是它很快 然後之後已經是立即開波 有些少少悶的 其實剛開始 因為Stephan你出場 第一 還有固定軒是很固定的 煩 是啊 它是典型 是熱氣 少年慢的男主角 是啊 但是它很快進入了 《地產仔》的故事的直線 所以你會很舒服地看下去 是啊 我找到著名的影庭視頻人 鄧小宇 它有說過 其實它是覺得 很驚訝MIRROR的成員 是可以做得這麼自然 還有真的有那種少年氣質 因為它說 對比回我現在那些 永遠都是大學生的年輕人 其實都不年輕的 還有我現在那種就是乖乖乖乖 搞笑這樣 但是在男孩女象裡面的年輕人 是真的一幫有夢想 有目標 還有個性很不同 每個人個性都很不同 很突出的年輕人 而他們是真的做回有種年輕人 當今香港年輕人的特質 就是你年輕人還是會這樣 他們就是這樣的反應 他們就是這麼愚蠢 那些東西 這麼無聊 這麼無聊 不是他們所說的廢青 其實都是乖乖的那種廢青 對 還有很狀態的年輕人 至於裡面說回 為什麼我會其實說回音樂 我看完《男孩女象》的成員 說回到他的音樂 就是我看完《男孩女象》之後 我就覺得 不是沒得做的 其實他們真的有得做的 還有真是入屋 很入屋 你看到他這幾天已經有緋聞 馬上被人瘋狂討論 還有我是說真的 因為他一天一集 正式開始幾次 就是洗腦到爆 正式開始這首歌 我才知道 為什麼這麼熟 原來我發覺自己 因為我也是有聽《903》的人 但我聽《903》 其實我沒有聽他們的音樂節目 我聽《清談》節目 他們都會播過的 但我其實很坦白說 我真的只是這樣聽 我沒有很特意去留意是誰唱 然後我就覺得 原來這首正式開始是拿過冠軍歌的 當我了解到《Iain》的音樂之後 我就覺得正式開始是不配拿冠軍歌的 但這個是一個可以再留下討論 我再留意個別成員 就是有出過Solo的成員 就是Anson Lo和Jer 然後我才發覺 為什麼會這樣 原來我錯過他們 原來我是有聽他們的歌 但我不知道是他們 原來我是喜歡他們的歌 我想說回 就是在幾多月 我忘記了 阿Jer派 水...派... 水...派... 水營蜜月 不是水營 我想是派回光的時候 它是拿到... 它是今年才出道的新人 在樂壇上 它是已經拿到 《903》專業推介的第一位 琴姐呢 我們最愛的琴姐 是有在Facebook和IG上 恭喜阿Jer 因為其實很少出道的新人 是可以第一年就拿到 《903》專業推介的第一位 她就恭喜她拿到第一位 還有覺得她是今年的新人王 立即看到已經很多人在那裡 因為你放棄了《香港樂壇》 是你的事 你不去留意 是你的問題 但是當有一群人 是真的繼續去留意 繼續去聽 繼續給意見 繼續去關心的時候 那些人才最有資格去批評 是很搞笑的一件事 我還記得四五六年前 還說年年五米約 她還說年年一 就融組兒女 融組兒男的陳奕術 然後有個新人走出來 太細聲了 有個新人走出來 他們就說不知是誰 那他們想怎樣 是啊 還有他們是有偏見 當然我覺得這個偏見 是真的由ViuTV做成的 我覺得他們的偏見 是因為阿Jer是MIRROR 所以她就不配有實力 她就不配有實力 不配得到讚賞 當然這個也是ViuTV 我講到之前 就是令到他們變得 紫上明星的一個後果 其實我真的後來聽到 原來我是喜歡的 我有一個問題 其實所謂不配 在什麼程度上 不配成為什麼第一名 色冊樂壇 專業推薦第一名 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你什麼時候做到第一名 就是你跟這個時刻的人比較 如果這個時刻都沒有其他人 那應該是第一有什麼問題呢 應該這樣說的 因為譬如是去年之前 MIRROR是以一個組合來說 其實她年尾是拿了一些新人獎 新人獎或者組合獎 她是打贏了 或者很貼近 even rubber band 那些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他們其實是 靠人氣 靠人氣 不值 還有靠粉絲 那麼簡單 其實他們的粉絲 尤其是姜仔 和教主Anthel的粉絲 真是大的 還有真是電影 對 你要拆票 其實這些都是拆票 他們真的可以幫你拆上去 其實就有點像大陸那些 流量明星 對 所以我之前一直很不喜歡Viu的做法 就是你令到他們成為流量小身 流量明星 對 人家看不到他們的手 對 他們是有努力的 他們是有 當然 你問我 很普遍的 他們真的未必去到這麼快 去到這麼高 對 但是 Viu沒有白 沒有給觀眾 或者其他人知道 他們其實有更多 對 沒有給觀眾去認識他們 對 而令到那些人覺得 他只是流量小身 他只是流量明星 但是我想說 不公平 因為Jer 真的是一個很有實力 很有potential的人 還有他走的路線 你會覺得他不是MIRROR的人 因為他是走一個藝術的路線 還有 就是剛才你說 我認同就是MIRROR 其實我自己作為支持 某一部分的支持者 我都覺得他們其實不應該去到現在的 其實是抽策票 但是Jer是應份 所以以他自己solo的 我也覺得他是 他是真是新人王來的 但是 但是我想問下一個問題 不要說娛樂圈 我本身不太常留意香港電視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 就是怎樣令他成為流量明星 就是可能只有一些資訊 怎樣可以令到他 更加多地被人見證到他的實力呢 因為首先MIRROR 為什麼我不是粉絲 就是因為我覺得 真的那些歌不快又不慢 是的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其實也是說MIRROR 之前剛才說過 他們做歌的問題 MIRROR到今天 出道兩年 只有六首歌 只有六首歌都OK 但你的歌是要有質素的歌 是的 你出道兩年 只有六首歌 其實已經是一件很不合格的一件事 如果你的公司是一心統一的 一對組合的話 你一定不止六首歌 即是你回歸你的問題 就是要靠好的質素的歌 去吸引人 是的 如果你這六首歌 你只有六首歌 你這六首歌 一定是每首都爆出來的歌 而其實大家可能 當MIRROR出來的時候 大家第一個概念 或者他們自己都是想做跳唱男團 好了 他們出的是什麼歌 我們可以介紹一下他六首歌 因為我真的很生氣 我生氣得爆了 一說起他的歌 第一首歌是一秒間出道歌 已經是沒有了 大家只會記得ERROR那首404 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 這次404 首先如果ERROR的出道歌404 是很合適他們的 超級配合的歌詞 我們要清楚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提到ERROR 因為MIRROR的出道歌一秒間 他們出道之後 然後ERROR下一個月就出道 ERROR是用同一首歌 但是改了一些詞 是的 但是那些人就會喜歡ERROR的那首歌 為什麼會這麼忘鉤 因為其實他們是官方 所謂的官方對手和副團 但是走不同的方向 搞笑方向 搞笑的方向 不是搞笑的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市場 但是問題是因為 你MIRROR這首歌做得不好 你令到別人只是記得 我不是說 不是PIPINGERROR 其實ERROR這個 strategy是做得很好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MIRROR這首歌 其實都知道你個人的人設 你組合的人設 其實兩首歌是大家都很喜歡的 可以的 是啊 但是最慘的是 因為ERROR的首飾零食 是符合他們四個人 獨立每一個人設 是的 講他們的 真的 但是MIRROR這首歌 就是一個 你經歷 很講的 我的感覺就是 經歷了一年的《全民造星》 終於有一幫兒子出來 然後一首畢業歌 問題就是 你不一定是這十二個兒子 你《全民造星》哪十幾個人 出來做這首歌 沒有個人風格 是的 你不僅是這十二個人 你只是《全民造星》一出來 選出來的那一堆人 太趕了 但是ERROR的404 就僅是這四個人 好了 一首debut song 已經弄成這樣 還要是一首小青春的歌 是的 不是跳唱 你怎麼做青春 我是想著 一出來就會 嘩嘩嘩 旁團那些 小青春 不快不慢 中版 是的 什麼啊 我是可以搞一堆 不懂得跳舞的人 可以跳到那首歌的chorus 好 接著第二首歌 ASAP 是他們出道到現在 我最喜歡的唯一首歌 因為他真的是一首很帥的跳唱藍團歌 我都是為了 兩年我只有一首超級喜歡 接著下去破鏡是一首盲歌 你想想跳唱藍團 第一首是小青春 第二首歌 終於build up 你是 太快了 終於build up 你是跳唱的感覺了 跳唱 你們是可以做到 第三首歌 盲歌 雖然如果你以歌來說 歌的質素來說 拖鏡是一首好的歌 無論曲還是遲 我是喜歡的 但是 你把他們放到第三首歌 是一個市場策略不適合 是的 你還沒站好嗎 你還沒訂立好你的風格 你這麼快就想做diversity 就是不適合他們 如果你是同一首碟的第三首歌 也OK 是的 或者你是一首single後面的b-side歌 是的 我覺得OK 但是不是你出來公開第三首歌 你不是這麼快 他們終於被人知道 你們是曉跳唱 第三首歌是有內涵的 但是你這麼快被人覺得 你們有內涵的 我知道花姐就是 因為為什麼 我要說是經理的問題 因為花姐很簡單 花姐很喜歡 我很明白她的意思 她是很傳統地覺得 你要讓人知道 你們有內涵的 你們有東西的 但是不是這樣做 快歌都可以有內涵 都可以很有 然後不是整首這樣的歌給他們 這首歌只可以是 你在single裡面的b-side 而不是你的首主打歌 就是 是的 接著下去那首是 是Reflection Reflection做音 我沒記錯的話 是出道一周年的歌 還可以Reflection 我覺得是 OK 算都是正常跳唱 但是比ASAP是差的 我也是聽過幾次的 接著下去是那首所謂的 Funky的 2J 2J 是的 那首歌也是搞笑的 因為這首歌的歌詞是小黃詞來的 其實OK的 我覺得也是一個好的嘗試 不是 其實我是欣賞小黃詞 因為我經常聽日本團 其實有很多小黃詞的歌 小黃詞不要緊 我喜歡的 但是你的曲風 就是打氣歌的曲風 然後跳舞 就是普通正常跳舞 不夠換味 他不瞄你 他完全是瞄不到你 他的歌是一首正常健康 健康男孩 蹦蹦蹦蹦的那些 他不是那些 總之是 不是小黃性感 散發光 所有男性和我耳目 傾盡你 全力來瞄你 但是你唱的小黃詞 是 什麼事呢 好了 這樣就救不到女了 是啊 是啊 最後就是兩周年 兩周年的One and all 這個是我超級失望 我真的超級失望 隔了很久 兩周年 OK你終於出首歌 OK的 但是我不想你兩周年 是出首回憶錄的 回憶錄的 你們未夠資格出回憶錄 是啊 整個MV也是回憶錄 首歌都是講回憶錄 我知道你送給粉絲 粉絲的話是開心的 是ROM的 但是你兩年 我真的覺得 因為你出了十年 大佬 是啊 你不是整個Marketing的問題 是啊 整個Strategy 哪裏有準備的 我稍為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那對TWICE 其實他首的幾首歌 全部都是青春少女 你看我啦 你想追求我 你就加油啦 是啊 是啊 我會給你一些信號 但是不是我來追求你 因為我是懷春的少女 你來追求我 他是用那種角度去做出發的 而是投四首歌五首歌都是這樣 是啊 你一個團的團風 你要Stand好 其實你應該投四五首歌 可能是很類似的 但是你這樣才讓人知道 你是一對什麼 有一對好像叫A 不知道什麼 他們是專賣性感的 首首歌都扭得很厲害 是APIC 不是APIC 不是APIC 再早一點的 可能是二代團來的 MV全部都很性感的 甚至乎是想套你的性慾出來 要是這樣的 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但是你現在首首歌 我就這樣聽 都是不拿動的 是啊 所以應該是這麼生氣 但是我覺得SOLO那件事 是做得很好 不介意我可以逐個點評下 最出色最出色一定是Jer 我要講不停不停不停 他講墨魚系列 他講墨魚系列 Jer的墨魚系列 是有點喜歡的 其實講墨魚系列 這件事 但是你聽其實是很走藝術風格 還有編曲他找到黃雙盡是很... 不如這樣 我們停一停 有四十一在這裡半個小時 我給你下一節 重新再有一節再講過 是 稍後回來再談 幾垃圾 我真的生氣到吐血了